本章主要讲的是多变量分析的模式验证 讲的是双因子的多变量因素的模式验证 在这验证的过程当中 它有区别第一个叫做总检定 也就是说你那个模式跑出来之后 你要先确定总检定是可以的 是模式具有解释力的这种想法 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你因为它是双因子 所以你要研究它是不是有交互效果的检定 然后你要去做所谓的条件检定 如果说假设P它有交互效果 其实下面的第一个因素跟第二个因素就不用做了 如果说假设它今天的交互效果是没有 那你接着做第一个因素的组效果检定 组效果检定有获得了一个结论之后 然后再去做第一个因素的成偶检定 就是一个因素它里面有很多个项目 举个例子来讲 可能说你在研究这个东西咖啡的引用 那可能有白领、蓝领、还有SOHO族 那甚至有可能你把很多类归在一类 那这个东西的话 当它的成偶检定的话是过了的话 代表说可能不同的业态、业别之间是有显著差异的 然后你接着再去做所谓的第一个因素的对比检定 那既然第一个因素可以做 那第二个因素就可以做 所以当你在做双一值检定的时候 你本身除了会SPS跟SS以外 你本身也要懂得说怎么去看这个报表 那这个报表它告诉你是什么意思 那你的信度的话达到什么地步 那当然效度的部分的话你也要去注意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研究某些问题 它那个假设是测不出来的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效度不够 那所以说单纯我们就这样的一个想法来想这个东西 各位你再想一下 你在YouTube上看到的大部分多变量模式都是什么模式 这个地方我列举给各位看 大部分就是什么样 就是第一个卖软体 统计套专软体、软体课程 它可能跟你讲40分钟、2小时、12小时 教你怎么操作一个软体 那可能讲解的部分的话 如果讲得比较好的部分 也许它还会跟你介绍各种多变量方法的做法 但是普遍让我看到都不是 大部分都是软体界面的介绍 甚至有的是downgrade downgrade的意思就是说 教你用多变量软体 用SARS软体或SPS软体 去做一个Excel可以做的东西 甚至可以去做一个Excel 可以做得更好的叙述统计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大部分都是广告 广告的意思就是说 它可能觉得它自己讲得很好 那其实听完了之后 可能浪费40分钟 你发现那到底什么东西多变量 他不知道 第三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今天讲 有的人是把软体就等同于多变量 其实我常跟各位讲 你要学多变量的时候 多变量它只是个工具 它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你要有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就是你要对那个专业本身 你要很熟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你要对多变量的所有模式很熟 多变量的所有的模式的时候 我们强调一直强调一种东西 就是所谓的完整性 那很多人在讲这个东西 可能他就给你讲多变量 就可以带个回归 然后就ending了 就结束了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剩下的就是把统计的这个东西 当作多变量在讲 甚至如果更有趣的 就是说它把做所谓的 应判中的动作 也就是说把英语课文这样弄上去 然后这用中文讲解一遍 然后好像在念书一样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种东西的话 其实如果说 如果对一个真的想学多变量来讲的人来讲 基本上就会浪费时间 可是如果我们站在抛砖引语的立场来讲 其实这东西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因为曾经正常来讲 我是不会录多变量分析 因为第一个我也不写书 第二个我也不教这个东西 只是纯粹说 那一天在看的过程当中一看 其实我这东西已经十几年学了 在我心目中的大师 其实就只有一个 就是十几年前 容许我旁听的周文贤大师 我觉得我那时候 我跟周老师讲了一句话 我说我一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成为像你这样的人 甚至比你更好的老师 那时候周老师他就在笑 结果他后来让我去旁听 他不仅台大课让我旁听 文大课让我旁听 中兴的课也让我旁听 就所有的课都让我旁听啦 因为那时候他在台大教统计学嘛 然后在中兴我本身是在 中兴他上的是时间序列 那如果说是文大博士班的部分 他上的是计量经济 然后我在政大的时候 那时候上的时候是 是多篇上分析 其实我是国立中央志管所的研究生 那我的论文是流通业导入POSE研究 那其实我非常感谢周文贤大师 那我个人觉得说我这一生大概在这个领域没有办法超越过他 所以我这个东西理论上我是不会录的 只是说当我看到很多多变量分析在想的时候 我会想说其实很多东西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如果你今天真的有想学多变量分析 而且你还让人家40分钟 那结果竟然是让人家浪费 或者让人家不知道说 到底他可以学些什么东西 或者完全是一些广告 或者是学生作业 那是不是有可能啊 这个人学习多变量的企图就可以打消了 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就不不揣 就是基本上就是有点 也算是抛砖语义的性质 然后就录了一系列的多变量分析 只是在概念上跟各位讲解 让大家理解说 其实多变量分析在预售屋 或者房地产行销 有非常重大的突破应用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弥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